五人锁定视频赛名单 最大黑马杀出重围 球迷终于等到 好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能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在之前作为国拼来说 就是参加了WTT冠军挑战赛 可以说作为国拼将士来说 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呢 在比赛中 我们是暴露了很多问题 在之前不管是王楚清 林高远 包括梁敬坤 整体来说表现并不能令球迷满意 随着本次的视频赛 团体赛的比赛 可以说作为国拼将士来说 也是再次的遭遇考验 尤其是国拼男队 在之前各国 平方队已经正式的 已经正式的官宣了 本次的一个名单 作为国拼来说 还没有正式官宣 但是呢 作为球迷来说 有几名球员已经锁定了本次的一个名单 包括男队方面 世界排名第一的 梵敬东 将会铁定锁定一个名额 作为老教马龙来说 他能不能够参加本次比赛 也上方的球迷比较关注 女队方面排名前四的都是中国选手 可以说他们四个人也已经锁定本次一个名单 包括顺沙 陈梦 王万玉和王毅迪 可以说他们四个加上梵敬东 五人已经提前锁定视频赛名额 作为本次最大黑马的王毅迪 可以说是在最近几次比赛中啊 最大的发现 王毅迪也是凭借自己的优秀表现 来征服了所有的球迷 可以说王毅迪是最大黑马吧 在之前也是接连击败算益杀获得冠军 作为王毅迪来说 他也是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比赛中 获得球迷的支持 争取能够在奥运会中呢 有比赛的机会 所以说作为球迷来说 我们期盼国平能够涌现出更多的 像王毅迪一样的球员 作为球迷来说 已经终于等到了 也是希望国平将士 能够在本次成都团体赛的比赛中啊 获得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再聊